主内平安 我们再把圣经打到哥林多 前书十五章 属灵的不在先 属血气的在先 以后才有属灵的 头一个人是出于地 来属土 是不是 头一个人 是出于哪 出于地 来属什么 来属土 头一个人 那这里边头一个人讲的是谁呢 你有没有亚当头一个人 这个人 头一个人 来属什么 头一个人是出于地来属土 这是第十四 和一个人 是什么 出于地 出于地 来属土 第二人是出于哪 出于天 第二人是出于天 来属什么 来属灵 出于天那他叫属灵 你出于地 你出于地 你使劲 加工啊 使劲板啊 使劲 装属灵啊 他也不属灵 那个老肉人呢 就是属土的东西 他渐渐选利了 你怎么叫他属灵呢 属灵呢 现在很多人用肉体装属灵 使劲装属灵 因为这圣经明说的 头一个人是出于地 我这头一个人出出于地 我第二个人出出于天 是不是 老亚当是不是出于地的 出于地的 被造的 是不是 被造与被生之间的关系 我这个人是被生的 我这个人是被造的 这个被造的是奴仆 这个被生的是儿子 先有属土的 后有属灵的 先有被造的 后有被生的 对不对 下面说 头一个人是出于地 来属地 第二人是出于天 来属灵 怎么能属灵 你必须换一个人 换第二人才属灵 你头一个人 你死去装属灵 那能属灵吗 现在众教会 都是用一个人去装属灵 板啊 手啊 装啊 最后就变成什么 假冒为善 就变成假的 你看今天 犹太人就是用一个人 在那儿假冒为善 今天教会里 假冒为善的人多不多 多 就这一个人 在那里使是改良 实际装 实际装属灵 他不是换一个人 我为什么就上面加个番号 凡事 这中间都有个番号 是不是 这也是个番号 是不是 都有个番号 前面那个和后面那个 它是两个意思 我这个重体和属灵声明 它俩是不是一回事 他俩能不能合一 不能合一 不能合一 因为一个往天上去的 一个往地上去的 对不对 一个往永生去的 一个往永死去的 对不对 那能合一吗 他俩能不能够相提并论 不能的 昨天 那个老婆让我讲 肉体 讲生活 你不讲肉体 你不讲生活 就要讲肉体 头一个人是处于地的 来属 属 第二人是处于天 来属灵 真正的属灵 是患上第二个人 才属灵 光头一个人 使用装属灵 他是属灵的 他也不属灵 他还是属灵的 对不对 装大粪的粪桶子 他整个状态 是粪桶子 你在外面 给他相当金边 他还是粪桶子 对不对 你刷得干干净净 你好好装饰一下 他是什么 他是粪桶子 对不对 他粪桶子就是粪桶 你实时装 那还粪桶子 今天很多的人 用粪桶子 用装粪桶子 粪桶子就是粪桶子 装粪桶子 尊不尊位 粪桶尊不尊位 粪桶尊不尊位 把不尊贵的刷一刷 刷干净了 把那粪桶刷干净 它叫什么名 那粪桶也不用刷 它叫什么名 对不对 那酒杯 那酒杯不用刷 放在放在 叫什么东西 那尿罐刷干净净净 放在地方叫什么 尿罐就是尿罐 酒壶就是酒壶 把尿罐当酒壶 行不行 把粪桶装上翻洗 可以不可以 那肯定是神经病的 肯定是个傻子 什么也不懂的那活 是不是 今天你真正明白的 你还能拿老肉体硬装属灵吗 因为他说 头一个人是厨于地 乃属 厨于地的就属土 我的肉体厨厨于地 属不属土 硬装属灵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 好好归当归当 好好归正归正 好好修理修理 好好改良改良 叫他进化进化 进化成属灵的 行不行 不行 他还是属肉体的 他还是属土的 他还是被造的 他还是奴才 他还得恢复尘土 他永远上不了天的 是 是不是 是 那老羽牛你怎么吹它 不能上天 那肉体你怎么归正 它也不能上天 对不对 那属土的你怎么归正它 它也不会变成属灵的 神从来不做进化 神你看 从创始进化 它就开始分开 它从来不进化 属地的就是属地的 属天就是属天的 所以神不用进化的方法 各从其类 说没说 地理长出了清草 各从其类 神造的生出 以后各从其类 什么叫各从其类 那只有四人 他才说 人是猿猴计划来的 咱们中国人 就两种猿猴计划来的 一个是北京周口殿的 山顶洞人 第一个是猿猛人 云南的猿猴计划 太贬低中国人了 太贬低中国人 谁说这样的话 他们家的老祖宗是猿猴的 他管猿猴叫老祖的 你说糊不糊涂吧 你说那些说自己计划论的 说自己是猿猴计划 你管他是畜生 你说畜生啊 他怪你 你要管猿猴就畜生 你说猿猴你是畜生啊 猿猴本来就是畜生吧 是不是 猿猴不会反抗 人要 人管人叫畜生 他会不会反抗 他会生气的 他会不乐意 是不是 他会不喜欢的 但猿猴你怎么管那些畜生 他也从来不反对 我就是畜生嘛 我本来就是畜生嘛 是不是 这就说明人他不是生土 不是畜生辩子 是不是啊 所以他没有进化 属灵绝对不是属肉体的进化来的 不是属土的进化来的 好不好 第一个人 我们现在这个人就是属土的 出于哪 出于地 从地上来的 也还用地上的尘土 走人 是不是这么说的 那么尘土和哪归 尘土仍要归尘土 灵却要归于次灵的父 是不是这么说的 传道书就这么讲的 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灵却归于次灵的父 你又这就是尘土了 你把它变成属灵 今天这教会的 你不是混乱主道是干什么呀 他能变属灵吧 能不能变属灵 在我们的地方有一个老 一个女的 特别是不讲理的女的 天天揍他家那蒙狗 那蒙狗叫他打的 堵那个地方 栓上打 蒙狗 打他就打 他蒙狗叫他就打 他就连骂带打 你说这整个造的思虑都不得安宁 他就好 然后实在那旁边的民舍 就影子受不了了 就问他 他说 你干什么你啊 你天天整着狗打狗干什么 他不给我降羊羔 他不给我下羊羔 那个旁边那个女的问他 他不能降 你比他更能耐 你降也一张高 我这我生出来 那是你生出来 那他能生出来吗 你都生出来 他能生出来吗 有没有这样 缺心眼的人呐 什么缺心眼 硬打着墓口叫他降羊羔 叫他下羊羔 能下出来吗 神今天不是用 一个物质 去改 改成这个物质 神今天不是用 前面的约修改完了变成新约的 新约是另立的是修改的 另立的 不信你看圣经 西伯来书记八章里边就说 另立新约 这新约不是修改 那么地上的法律要不完备了 就应当怎么样 修改 修改 修改什么呢 修改宪法 咱们今天地上的这个宪法 可以修改一下 要不完备了可以修改 修改宪法 但神今天这个约怎么能修改 前约看不管为了 又瞎死 马上修改修改 变成新约 是这样吗 不是 他说另立新约 不是修改新约 是不是 这人不行 头一个人不行了 另换人 换上一个 另换一个人 再生一个人 所以叫什么生 什么叫虫 有许多人就这个字 中国的汉字他都不会明白 你说他外国的字他能不能明白 又上海找希腊文 找圆文 找圆文 有没有这样的人找圆文啊 找圆文最后他 他把那圣经解释 稀乎乱 完了 谁看那本圣经 就是 吸一本圣经 谁就是死 现在你看那吸一本圣经 那解释乱七八糟的 把里边的宗教的 神绝对的话 你全都改成相对的 凡从神神的 必不犯罪 他说 不一直犯罪 能不能好了 你信吧 你信到耶稣来 你和地下 因为这话被人改过了 从神神的 绝对不犯罪 因为神不犯罪 这从神神的生命 无人的生命 从神神的生命 不是人的生命 乃是神的生命 从神神的生命 就是从真到生的 从真到生的生命 是从主来的生命 从主来的生命 是绝对不会犯罪的 如果他说 不一直犯罪 有时候还犯 偶尔还犯 也就是说 他承认神是有罪的 他承认神是会犯罪的 他也就是说 他把神和魔鬼 给列在一起去了 犯罪的是谁的 魔鬼都起初就怎样 他说 从神上 他不经常犯 不总犯 不惯犯 偶尔还犯 不犯多 犯少 你这个脑袋挖手 被那魔鬼迷惑了 他长的脑袋 扔了算了吧 这样的人 长脑袋都给魔鬼用的 他说从神上 都不经常犯 有时候还犯 那么不经常犯 有时候犯是不是犯 犯 犯 你听没就明白 有许多人 你看那 给魔鬼工作 他竟然能把那 从神上 避不犯罪 把那避子 给改成什么 这避不犯罪 他改成了 不定时 他说 这是不定时 对吗 不定时 就变成了 不是绝对的 不定 不一定 这是不是魔鬼的功告 魔鬼在一间园里头 更改要话 话里头说 怎么更改的 不一定死 那么 神这么说的 你吃的那人 必定死 必定死和不一定死 差多少 必定死 是不是 还有一个什么 不一定死 必定死和不一定死 是不是 差一点 不一定死 是不是 有点像嘛 你不信你念时间长了 你的嘴一瓢了 你的嘴一瓢了 就可能是念成不一定的 必定死 不一定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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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他有点像 音像 但是多一个字 是不是 不一定死 多一个字 必定死 就三个字 不一定死 那个是 不一定死 必定死 不一定死 魔鬼就用这句话 就给更改一下 更改 就在干什么呢 迷惑下瓦 下瓦就中迷惑了 今天说 从神生的 必不犯罪和不一定犯罪 一样不一样 但是绝对不一样 因为他没明白什么叫从神生的 这个人连从神他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什么叫从神生的 我们这个署名的生命是从神生的 不是从人生的 对不对 我们这肉身生的是从人生的 不是从神生的 因为肉身所生的儿女 不是神的儿女 唯独我们从神生的这个才是神的儿女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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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啊 对 那么我们从神生的这个儿女 里面这个是神的儿女 外面这个是神的儿女 所以他今天里外混淆了 他可不说犯罪怎么着 他一看我外面就扭过犯 怎么说从神生不犯罪 就还犯罪 这不合乎我的理性 不合乎我的头脑 所以改一下神的话 为了叫神的话合乎我的头脑 不叫我的头脑合乎神的话 就把神的话一更改 那是的 合乎我的头脑 理解了了 他为了更改神的话 为了自己理解 正好中魔鬼的唯一 他就成为魔鬼的差异 而且他自己这么信的 不算 所有新派神学的全这么信 是不是 包括加尔文的 他们不说加尔文吗 改革中间 他们都这么信 你看看 他们全这么信 第一位成义 他们全这么信 第一位儿子 他全这么信 是不是 我们是盲案的罪人 他也这么信 我们是犯罪的义人 他也这么信 我们今天信耶稣还有罪 他们也这么信 我们今天需要天天认罪 也这么信 是不是 他们的信法都是一样的 只是 读书遗致 找到部分的地方不一样 来读书遗致 各立山头 其实他们的信仰都是错的 都不是按照圣经来的 都是他们自己理学推论出来的 是不是 能不能好了 好 再回到格林多前书十五章 第四十八节 那属土的怎样 凡属土的也怎样 什么意思呢 那属土的怎样 凡属土的也怎样 亚当那个肉体属不属土 亚当那个肉体属不属土 亚当是属土的 是属血气的 那么属土的怎样 凡属土的 亚当怎样 凡属亚当生这个肉体都怎样 亚当这个属土的是软弱的 我们这属土软不软弱 亚当那属土的 不能都永生 我们这属土的有没有永生 没有永生 凡属土的都怎样 都怎样 亚当那肉体被中土了 我们这肉体 也被中土了 亚当肉体要入土 我们这肉体要不要入土呢 也都入土 所以 凡事都一样 我们看传道书的九章二节 传道书的九章第二节 找到吗 传道书九章二节 有人说 咱们信耶稣了 就没有病了 信耶稣了 肉体就不死了 我相信有肉体不死呢 一直到耶稣来 那是在末后时期的 肯定有 就是神现在教我们 肉体不死也能 但你得选入自己 不能承受神国 到最后 他也不是改变 而是脱掉肉体 穿上 属灵的身体 对不对 第九章第二节 反领导众人的事都是一样 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 好人 结定人和不结定人 献计的 与不献计的 也是一样 好人如何 罪人也如何 启示的怕如何 怕启示的也如何 在日光之下 所行的一切是 有一件过关 就是众人所遭遇的 都是一样 并且 世人心里充满了恶 活着的时候 心里狂妄 后来就 归死人那里去了 与一切活人相连 与一切活人相连的 那人还有指望 因为活着的狗 比死人的狮子更强 与一切活人相连的 是什么意思 与耶稣和那些 在耶稣里复活的相连 与教会相连 教会是不是活人的 教会所有都是活人 与一切活人相连 那人还有什么 指望 那指望在哪 就与基督联合 我们教会是与基督联合 与一切活人相连的 这人还有指望 就是在日光之下 肉体所遭遇的事情 一不一样 都一样的 你不要以为 我信耶稣了 不有病了 信耶稣不掉牙了 信耶稣不花眼了 信耶稣了 不老了 不干不闻了 对不对 在日光之下 肉体所遭遇的事情 都是一样的 不要以为信耶稣 那咱我的信耶稣 怎么还有病呢 我的信耶稣怎么还会老呢 我的信耶稣怎么还会掉牙呢 我信耶稣怎么还会长周纹呢 不要这么讲 我信耶稣怎么还白头纹呢 不要这么讲好不好 你那肉体 你那肉体跟老雅当是不是一个肉体 是一个 你是他身上的肢体 所以那熟土的怎样 凡熟土的都怎样 记住没 回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回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属天的怎样 凡熟天的 也怎样 谁是熟天的 基督师是熟天的 那熟天的 这样 凡熟天的 就是凡熟生生的 耶稣是熟天的 凡熟生生的都是熟天的 凡熟天的 也就怎样 说不上 也都怎样 也都怎样 就是也都怎么样 凡熟天的 也就怎样 是不是 我们既有熟土的形状 将来也必有熟灵的形状 我们今天是确信 我们里面有熟灵的形状 我们将来是实现了 显现出来这个形状 今天在里面看不见 将来出来的 哪个出来了 那熟天的形状 出来 显明出来 是不是 我们既有熟土的形状 将来也必有熟灵的形状 下面说 弟兄们 这复活我们看 弟兄们 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什么 好 这是最新的形状 那我 чтоб 你 这 我 我 你 他 我 我 你 血肉肢体 血肉肢体能不能承受神的果 不能了 血肉肢体不能承受神的果 能不能承受 这不是我说的话 血肉肢体 也就是说 这么说的话叫你不在这里建造 乃在里面那个人建造 不是为外面生活而盲目 盲目来盲目去 你这生活只是散失的 最后呢 就丢到了你里面的生命 那生命长不大了 不能放生了 等耶稣基督来 你不能够更美的复活 你也复活 咱们不能更美的复活 何必呢 他已经给了咱们这个生命了 咱们就得 一切都为这个生命 不是为外面的生命 对不对 当你为里面的生命 神就使你里面的生命更加的丰盛 他说 我来只叫羊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不是得生 我是得生命 今天基督 咱这个旧人 这个殊土的 他要归于全土的 不是故念他 我们原来不是故念所见的 乃是故念所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 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对不对 故念天上来的 不是故念地上来的 故念从神生的 不是故念从人生的 故念属灵的 不是故念属血气的 好不好 故念永恒的生命 不是故念暂时的生命 因为凡有血气的基督如草 他们的美容也都是草上的花 草必枯干 花必凋谢 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 对不对 弟兄 我告诉你们说 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 不要想将来改变形状就是我这个血肉之体 因为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 我像他 必朽坏的不能承受 不朽坏的 不能承受 这是两个不能承受 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 必朽坏的不能承受 不朽坏的 你别试想 把那用必朽坏去承受不朽坏 这是傻瓜一个 傻瓜才能干什么 是不是这样 我如今把一件奥运的事告诉你们 我们不是都要睡觉 乃是都要改变 就在一撒死 眨眼时间 我们不是都要睡觉 乃是都要什么 我们 不是 都要 睡觉 是不是 我们不是都要睡觉 乃是都要什么 就是 睡觉 改变 就这 改变 到这地方 变成改变的 这改变是翻译的问题 我们哪些都要改变的 你看 怎么改变的 我们 我们不是都要睡觉 这睡觉是什么意思 就是 不是都要死 乃是都要改变 睡觉这里睡觉不是指我在家睡觉 而是死了 睡了 我们不是都要睡觉 乃是都要改变 在多长时间改变 就在 是不是 就在一撒死 眨眼之间 好同的默色睡觉 怎么改变 一撒死 是不是 一撒死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一撒死 一撒死 眨眼之间 一撒死 眨眼之间 是不是 眨眼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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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一撒死 眨眼之间 眨眼之间 眨眼了 眨眼 眨眼 一撒死 这一撒死 快不快 快 第二是 好同的默色睡觉 默色什么意思 一勿几号 16米 О attack 复活 是在什么时候复活 加油 一裹 基督来前是来后 来前 来前啊 基督来前吗 来后来后 我们什么时候复活 基督来前是来后 来后 基督没来你咋复活 这个地方全天下的教会 可能都解除了 全天下的教会 你上网搜一下 全天下的 我不说太绝对的 就是全天下的教会都讲错 有说灾中题的 有说灾前题的 很少有说灾后题的 因为害怕 因为怕 怕什么呢 怕肉体 怕肉体在灾难中间被毁了 所以他就讲了灾后被提 但是号统都莫次吹响 最后以后 因为号统要想死 人要复活 成为不朽快 是不是 莫次吹响 就是第七号吹响之后 不是之前 第七号吹响 之前耶稣来了吗 耶稣没来 那什么时候呢 号统的梦 莫次吹响 是不是 号统要想死人要复活 什么时候 先看铁散罗宁家 前书的第四章 十三节 看看是耶稣来了以后 圣徒复活还是耶稣未来教会就没有了 这些经文都是确切的证据 耶稣未来 耶稣未来教会没有了 哪去了 找到吗 十三节 论到睡着的人 我不愿意对新闻不知道 恐怕你们忧伤 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 你用没有忧伤啊 不用忧伤 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 那已经在耶稣里睡着的人 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 什么叫一同 与耶稣一同 那么耶稣是在灾前来还是在灾后来的 这是第一条 与耶稣一同 那已经在基督里睡着的人 与耶稣里睡着的人 要与耶稣一同带来的 与耶稣一同 是不是 是不是 讲得很清楚 是不是 什么时候呢 话同话是吹响 在灾难后 是不是 在什么地方 在灾后 复活 基督徒在灾后复活 听不听明白 你看这段经文 与耶稣一同带来 是不是 我们若信 往下看 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 信不信耶稣死而复活 那已经在耶稣里睡着的人 这里面就讲睡 我们不是都要睡觉就这个睡 这不是睡 这是死了 是不是 但是在主里面叫睡 为什么叫睡 只要说睡就能叫火 就能叫醒 是不是 复醒 就这个意思 所以 所以那 在基督耶稣里 在基督里睡的人 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 一同是 不是两下带来 是一同带来 是不是 我下带来 我下看 我们现在 赵主的话告诉你 一件事 是什么事呢 我们这活着 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 都要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 有天使长的声音 又有神的号吹响 那在基督里 死了的人 必先复活 以后我们这活着 还存留到的人 必和他一同被踢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 在哪儿 这是灾后 灾后别 我们查几段酒吧 灾后被停 第一是马太福音 二十四章 灾后被停 灾后教会复活 在这个时候复活 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 咱们先看 二十四章的 二十一节 咱们先看灾难 你怎么知道 这是灾后被停 先看灾难 以后又没有灾难 如果没有灾难 那这个就是 那个最大的灾难 从世界起头 没有这样的灾难 最大的灾难 就那个灾后停 我说基督徒是灾后 复活 你信不信 基督徒灾后 身体得赎 你信不信 二十一节走的吗 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 从世界的起头 直到如今 没有这样的灾难 后来也并没有 有没有了 后来没有了 再看二十九节 二十九节 基督徒 是不是 改变形状 在什么时候改变 二十九节 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 过没过去啊 这地方就告诉我 那些日子灾难一过去 是不是 那些日子灾难一过去 怎样了 那些日子灾难一过去 过没过去 过去 以后还有没有了 有没有了 没有了 没有了 你看过去了吗 这明显过去了吗 那些日子灾难一过去 这是不是主的话 灾难过去怎么样 日头变黑了 月亮也不放光 重心要从天上坠过 天使都要震动 那是人子的照头 也显得天 这才显得天上 日月星辰都没有光 都没有真光来到了 黑暗过去真光照耀了 这是不是罗马书说的 黑夜已深将近白昼 是不是罗马书说的 罗马书第十三章 是不是这么说的 黑夜已深将近白昼 白昼 这个黑夜已深 这个世代要过去了 在上帝眼看 这个世代是黑夜已近的 将近了白昼 白昼是指 基督的光要显明出来 基督要白了 就变成白昼了 照亮了 整个的苍穹 照亮了整个的穹苍 是不是啊 所以呢 日头月亮 还有星光的三光退缩 那是人子的照头 才显得哪儿 要显得天上 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 他们要看见人子 有大能力 大荣耀 驾到天上的云降临 耶稣是在三光退缩后来的 还是三光退缩前来的 三光退缩后 那么三光退缩后 三光退缩后 是在灾难后 是在灾难前 看好了 就是最关键 那么灾难是在 大罪人 以前是以后 这个必须 我在这边写 你记录就写 看好了 七燕先揭开 七燕的第一燕 七燕的第一燕 揭开是谁 大队人 大队人 出现 大队人 解开 这是第一个 第一燕 揭开就是大队人 大队人是第一个 出现的 大逼波 是不是 大队人 被大逼波 然后紧接着 大灾难 下面是什么 大黑暗 是不是大黑暗 大灾难 大黑暗 然后呢 主将人 主将您 看好了吗 是不是 看看这几点 能不能记住 你现在 你不用说别的 你现在 先把这几点 记住就行了 主将 然后呢 圣徒复活 受圣徒复活 圣徒复活 圣徒复活在这个地方复活 紧接着就是圣徒复活 次序是这个次序的 如果搞乱了 你就不知道怎么想 我现在 这些我全都给你查到经文 你信不信 大罪人的出现 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 七印到第一印 其他的我都 不讲 因为我都讲过了 弟兄姊妹认真看我讲的 启示物 还有讲到基督再来就行了 第六章一节 我看见高阳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 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 声音如雷 说你来 我就观看 见有一匹白马 骑在马上的 拿着弓 并有冠冕赐给他 他边出来 胜的又胜 这个是谁 大罪人 他怎么胜的又胜呢 启示物第十三章 你就说他怎么胜的 叫他跟圣徒争战 并且得胜的 他都那么胜的 是不是 他胜过世界 胜过所有的国家 胜过所有的君王 胜过所有的神 超过了一切成为神 所以胜的又胜 他都这么胜的 那么他靠虚假的歧视和神迹 欺骗了全世界 所有的各个国家的领袖 各个国家最后联盟 全世界国家联盟 全世界一开始联盟 可能是十个国 后来又联合成七个国 七个国中间就有七个王 十个国中间有十个王 最后呢 把这个王位都加在谁的身上了 大罪人身上 大罪人是最后兴起的 最后一个王了 他是最 这个最有能力 最有势力的王 因为把什么赐给他 冠冕赐给他 魔鬼把能力赐给他 把冠冕赐给他 他可以在一瞬间就把世界权平都赚到他的手里头 经济权 政治权和军事权都在他手里头 所以大罪人一时间他要把宗教的权也掌握了 所以借着大淫妇就做了那一系的事 就逼迫圣徒 所以我在这里说 大家这个人出现 基督徒就有大逼迫 大逼迫紧接着大灾难 大黑暗 主将领 圣徒复活 圣徒在哪个地方复活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复活 是不是 圣徒是在哪儿 主将领以后 主将领是在大黑暗以后 大黑暗是在大灾难以后 大灾难是在大逼迫以后 大灾难是在大灾难出现以后 敬明清楚 几个以后 我们看 马可逼迫十三章 马可逼迫十三章 找到吗 马可逼迫十三章 第二十四节 找到吗 先看十九节 先看十九节 因为我为什么这么看 先叫你看 以后有没有灾难 灾难过不过去 有没有大灾难 大灾难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 这里面介绍得特别清楚 谁要说他不明白 他是庄的 找到吗 十九节 因为在那些日子 必有灾难 自从神创造万物 直到如今 没有这样的灾难 后来也并没有 有没有灾难了 没有灾难 中国话他都听不懂 他说那灾难以后 所以在血气里建造的人 最害怕的就是灾难以后的问题 为什么他要讲灾难以后呢 因为他在哪里活着 他在血气中间活着 他就害怕灾难以后 他为什么害怕 因为他属肉体 他不害怕 他用血肉之体 侍奉神 你说他还不害怕 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害怕 因为我们是用 我们的灵 是不是用心灵 侍奉的神 所以今天不害怕 我们在圣灵里侍奉 在圣灵里敬拜 所以不害怕 他害怕 他住在肉体里 所以他没有灾难 所以一提到灾难 他就害怕 所以他就想办法 把圣经话给改一下 那些 在那些人 那灾难以后 是不是灾难以后 日头变黑了 月亮也不放光 重心要从天上坠落 天使都要震动 那时他们 要看见仁慈 有大能力 大荣耀 驾云 驾民 是不是耶稣来呀 紧接着 地上 说他要差遣天使 把他的选民从事方 我们是不是他选民 从四方 从地极 直到天边 都招进来了 这时候圣徒就复活了 在空中与主 相应 是不是啊 路加福音 二十一章 路加福音二十一章 二十五节 那在那些人 灾难以后 经过去说 我现在已经查了两个经文 灾难以后 我又查了天产 文家前书 与耶稣一同呆了 基督没来 圣徒就活了 山东有个刘吉昌 是 山东有刘吉昌 上东北去讲道 这个老头 能有六十五六岁 六十七八岁吧 他一讲道 我一听见 我就 我就憋得受不了 他怎么讲 他想 先吼吼一声 我那脸憋着就憋不香 我一咔一吼我就得上半门 我就清他吼我就不行了 他讲 吼吼完了他就讲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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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紧接着就来大灾难了 再来教会被提 之后世界有大灾难 那首歌都那么唱着 有一首歌听不听过 我已经看见 驾驾白云 从天就要和从天降临 神徒要被提 慢慢要关闭 世界有大灾难 这首歌都那么唱 你说这些人 编歌这些人 他们脑袋时候真有问题 你不得好好看完了圣经再编 你看完了看清楚了再编 你还没看清楚就乱编 一编就说 那个小敏编的歌 各个后面都有误区 全是误区 你说他就没明白 他编的歌 我有误区什么的 是不是 很多歌有误区的 那基礼我们去上火 他不是说基礼我们得生命 他说去上火 一个错误 我一起是要跟随主 启示 耶稣说什么事都不要提 有一个错误 是不是 有一个错误 有一个错误 那老太脸 那嘴歪歪唱哈 天天 救主再一次洗净我 买 嘴都歪了他唱 啊 啊 没一切 没一切 他洗过歌 那哥本人就是不屈啊 如果真正明白救恩的人 他就不会这样 那哥本人就能把你给到屋区秉秀 想要帮人吹进来把门窗打开 想要神的同哉心向主唱开 是不是 是不是 最后赞美敬拜迎来神同哉 完了 那讲重生 最后赞美敬拜 重生是不是 怎么重生的 反正接待他训他名的人 他风吹来 圣灵重生的时候 你不知道从哪来往哪去 就像刮风一样 是不是 人重生也是这样 这讲重生 他想要神的同哉心向主唱开 最后怎么了 敬拜赞美迎来神同哉 这神同哉是敬拜赞美迎来的吗 师父 靠命运之后 敬拜赞美迎 你今天敬拜在哪里敬拜 在圣灵里敬拜 如果没有重生的人 能敬拜吗 他靠肉体敬拜 他去靠肉体 敬拜赞美迎来神同哉 天天敬拜赞美迎来神同哉 那神什么时候走的呢 第二天唱的 还敬拜赞美迎来神同哉 你这误区的误到哪去了 这是什么误区啊 神同哉是什么 以马尼利神与人同哉 神与人同哉就不走了 是靠敬拜赞美迎来神同哉 靠信心迎来神同哉 是靠敬拜赞美 那有了信心了 最后圣灵内住了 我们靠圣灵敬拜 在圣灵里敬拜 是不是这么说的 是不是 菲利比书第三章就这么说的 我们真 靠里的是 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 你没有神的灵 你告诉他 你有什么敬拜呢 就肉体 用肉体敬拜赞美 来迎来神同哉 神与人 我敬拜赞美 你这跟我同哉 你什么傻瓜呀 你这个误区误到这个程度了 那没有神的灵怎么敬拜赞美呢 靠什么敬拜赞美呢 就靠肉宽 靠肉宽敬拜赞美去迎来神同哉 这不是立功吗 今天你们唱有一首歌 还有这个误区 什么歌 文王 叫一识想起来 把这全误区 那歌你得慎重地看 看看那歌词怎么写的 是不是 还有一首歌 这里有神的灯在后 这里有神的爱余 这里有神灵的恩宜 圣灵的恩宫 圣灵的恩宫 是圣灵的恩宫 恩宫是圣灵的 圣灵生的恩宫 圣灵的圣灵 是不是 是不是圣灵的圣灵 武松的五二郎 武二郎是武松生的 武二郎就是武松的儿子 所以武松的五二郎 圣灵的圣灵 你说这赏不赏吧 因为有没有小名 你那小名是你大名生的 是这样 对吗 圣灵得恩宫 恩宫是教训人的 就是圣灵 宝贵师的圣灵 能这么说吗 宝贵师也是圣灵 恩宫也是圣灵 宝贵师也是圣灵 还叫圣灵 还叫宝贵师 还叫主的灵 还叫耶和华的灵 还叫神的灵 还叫耶稣基督的灵 神儿子的灵 怎么叫都行 他有很多的名字 对不对 旧约在以撒族 叫他教师 新约叫他宝贵师 约爱一书 叫他什么 恩高 约爱一书第二章 叫他恩高 我们有看恩高 在凡事上教训吗 他们灵人派解释 怎么解释 圣灵得恩高 恩高是能力 圣灵不是能力 所以恩高是能力 所以他说圣灵得恩高 我爹的我爸爸 我爸爸是我爹生的 所以我爹的我爸爸 你看这脑袋挖手有问题啊 我爹的我爸爸 爹是不是爸爸 嗯 爹就是爸爸是不是啊 我爹的我爸爸 我爸爸是我爹生的 那里外里你爹跟你一辈子 是不是啊 这人讲这个东西 他都是做的 所以就要你用身体同胀 唱这很关的 都跟着唱 他也不看看那里怎么写的 这一唱就错 一错就错一大面 歌都能把你带进误曲里头 很多的歌曲有误曲里头 是不是啊 很多的歌曲啊 我在厕所你们在里边唱的好几个歌有误曲里头 一听就是误曲 一听就不对 是不是啊 因为他编造完了 把这歌按着自己的头脑 编造完了 还有首歌怎么唱呢 来到家为乡之羊 来回到家里乡之郎 要你挂了汤上 下个礼拜再唱啥 甲冒为山难兵天堂 就那首歌 最后甲冒为山难兵天堂 还弄这么一个译曲 你说 这跟王岐都图上安和 甲冒为山是对法医塞的说话 是不是 你们要防备假性质 他们外面披着羊皮里面确实残暴的 我今天回家发脾气 不等于我甲冒为山 我根本不等于我甲冒为山 你看我的脾气显明出来了 这就说明你肉体的不完整 神叫你学习你自己肉体没有两三的功课 这也不叫甲冒为山 我没有山我硬装 我心里还生气 我还硬装不生气 这叫甲冒为山 有的人连甲冒为山都不知道 你看你一切都理解错了 众人以为美的事你们要留心去做 把那留心做 众人以为美的事你们要放开做 使劲做 勇敢的做 大踏步的做 留心 留心是什么意思啊 小心 留点心眼了 这叫小心做 你看这汉文他都能解释错 就这么给解释下去了 没有一个人攻击的 这么解释圣经没有一个人攻击 是不是啊 全是母鸡没一个攻击 你说我讲那个道具把圣经都拿着 我告诉耶稣是栽过来 你讲错了 多的是攻击的 是不是啊 安息人攻击我 那个天主教也攻击我 家庭教会也攻击我 三字会也攻击我 李伦汉也攻击我 还有徐弥扬也攻击我 那攻击我的人就多了 每一个母鸡全攻击 他为什么攻击我呢 因为你讲圣经把他那嘴给堵住了 他从前讲错了 但今天你用对的把他那翻盘的了 所以他急了 他跟你急了 他不攻击你干什么 影响他了 是不是啊 你乖到他了 你碰到他了 今天我讲到影响别人发财了 他攻击我 今天我讲到影响许多的人讲到了 他攻击我 今天我讲到把别人的讲道给翻盘了 他攻击我 是不是啊 碰到谁谁攻击 没有一个人 主啊 我真的前辈下来吧 没有这么一个人 都是起来反抗 都是起来攻击 用攻击来解决一下自己心里的平衡度 是不是啊 就心里平衡就好了 是不是啊 你上网上你看这攻击那错到什么 没一个攻击 讲究你到那 王弟到那 讲人那 到那 简直 就是无说八道 是不是啊 还有人听呢 还有人点击呢 我说这这会人不管了吗 他连对错他都没有分辨呢 是不是啊 这个说耶稣基督 灾前就把教会都没有了 耶稣没来那神一提的 啊 神一提的 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 强盗 贼和强盗把那些人踢跑了 是不是啊 大队人在耶稣基督前来 是不是贼 是不是强盗 他自称是神 自称是基督 是不是强盗 假基督假先知都是强盗 是不是啊 他们来把教会踢走了 跟着大队人一起走 那不是贼不是强盗吗 凡在灾前来的 凡在基督以先来的都是贼 都是强盗 这是耶稣说的话 是啊 耶稣就亲口这么说的 对不对 因为耶稣没降临 耶稣是在什么时候降临的呢 刚才讲 那些时候的灾难以后 三光推错以后 人的灾难才写在哪 耶稣基督在 靠动着默色水响 在起初十九章来 是不是十九章 有人就把六章一写 就可以解释成了什么了 七百马嘛 那不是基督是啥 就可以解释七百马了 看七百马就是基督了 他也不看着 圣经又没带领他 他也没明白他的精英 他光看起白马出来 又圣了又圣 所以这圣了又圣 一定是基督啊 圣了又圣了 还骑着白马 你说不基督 还拿着弓 神什么时候说耶稣 神什么时候说耶稣拿着弓了 神说耶稣用口中的地剑 是不是 撒灭中仇敌 撒入中仇敌 是不是说口中的地剑 这里边拿着弓就不对 对不对 你看看第十九章 第十一节 我观看见天开了 有一匹白马 骑着马上的 称为诚信真实 就是阿门的意思 他审判 征战 都按照公义 他的眼睛如火焰 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 又有写着的名 除了他自己 没有人知道 他穿着剑了血的衣服 是不是 这剑了血的衣服代表什么 审判了领导这个世界 对不对 剑了血的衣服 他的名成为神 知道这是耶稣 他的名就是道 对不对 好 这样讲 在天上众军 骑着白马 穿着喜马衣 又白又结 跟随他 是不是 这是基督 跟随他 有利剑从他恐众出来 他是拿着弓还是利剑 这是主神的道 这是拿着他的道 来攻击 一切众臭比 好 他有利剑从他恐众出来 可以击杀烈火 他必用杖 铁杖 狭管他们 是不是 必要全能神 灭怒的狗诈 在他衣服和大腿上 有名写着说 万王之王 万主之王 这是谁 这是耶稣 耶稣再来之后了 等那些众仇敌都消灭之后了 教会被提 耶稣 耶稣在十九章来 第二十章教会被 是不是 圣徒复活 圣徒复活 圣徒就是圣结了第二次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力 请问听清楚啊 圣徒是在二十章这一章 二十章四节 是不是 一直到六节 这就要是圣徒复活 听懂了吗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圣徒是早复活的 在什么时间段复活 我们再看 我们再看啊 《使徒行传》第二章 《使徒行传》第二章 第十九节 好的们 十九节 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 在地上我要显出神迹 有雪 有火 有烟雾 日头要变黑暗 月亮要变为雪 这都是主 大而可畏 大而明显的日子 未到以前 什么叫以前 大而可畏 是不是 大而明显的日子 以前 什么叫以前 以后 和以前 用以后和以前 两个做见证 你看看这里 这就要说以前 在什么 耶稣基督降临以前 发生什么 三光退缩 有雪 有烟雾 有火 是不是 你看这个地方说得很清楚了 这都是在 然后紧接着 有雪 有火 有烟雾 日头变为黑暗 月亮也不 变为雪 这都是主 大而明显的日子 未到以前 就是主没降临 以前 灾难以后 大而明显的日子 以前 就是耶稣 降临以前 耶稣 是在 灾难降临 以后 灾难是在 耶稣降临 以前 这说两个 一个 建政以后 一个建政以前 路加福音 二十一章 路加福音的二十一章 二十五节 以前以后 清明清楚 灾难是在 耶稣基督降临 以前 耶稣是在 灾难以后 降临 教会是在 基督降临 以后被提 这清不清楚 大罪人 是在 灾难前 来 灾难是在 大罪人 以后 出现 清明清楚 教会 圣徒 身体 得属 复活 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 基督降临 以后 基督没来 圣徒就没了 哪去了 被谁 接走了 大罪人 一定是大罪人 接走 你就小心了 吧 有人说 不管他来不来 反正我 就是信 你吸个糊涂 信 你信呀 白信 你不信你试试看 我这样说 我这样说 你不惊醒 到最后 你被大罪人提走 就给你印上印 印上印 你就属谁了 属 就进了666的印记 你今天是主的羊 你不听主的声音 不听他的道 这道 这道就在这摆着呢 日月星辰要显出一招 地上的邦国也有困惑 以海中波浪的响声 就都 就荒荒不定 天势都要震动 人想起 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 就都吓得魂不覆体 那时 他们要看见人子 有大能力 大能耀 驾人驾人 一路这些事 你一看见这些事了 你们就当青神昂首了 一路这些事 你们就当青神昂首 因为你们得熟的日子怎样 这是基督徒得熟的日子 你们得熟的日子 尽量好 得先有这些事了 是不是 先有什么 日月星辰都显出一招了 就是日头变黑 像毛巫 月亮变红像雪 天势都要震动 有这些事 连海中波浪的响声 人都吓得哄哄哄 海啸开始 从这个地方听得真真的 是不是 听见这声音了 天势都震动 天体都改变了 因为这些事 你们就当青神昂首 因为你们得熟的日子就这样 尽量 这时候还没得熟呢 尽量是还没得熟呢 就不定懂啊 一共是多长时间 我那天跟弟兄姊妹说了 一共多长时间 从 一定记住这个日子 这灾难期间 大罪人 起在灾难期间 一共是1290天 咱们基督徒一共要等多天 1336日 记不记住 这个日子能不能记住 从哪一样开始算起 大罪人一出现 是不是 大罪人一出现 你就开始数1335日 反正是三年半的时间 比三年半是长一段时间 一共是1335日 一共从七年那个地方 是不是 一进七年一共是2300日 这2300日 包括了建立盟约的时间 建立盟约是进到 七年以后了建立盟约 一共是2300日 这是末日2300日 你记住 这有2300日 2300日是始始末后的七年 比七年还少点 2300日比七年少 这就说明 在前面 还有一段时间 没有开始建立盟约 刚近七年以后了 在七年过去一半的 七年的第一年 过去一半的时间 才开始建立盟约 一共是2300日 这2300日 你看到各个国家都在通告 各个国家都在什么 联盟 大联盟 大联盟为的是什么 各个国家联盟 给大费人图点基础 大费人一把就抓住头了 抓住这国家的王了 联盟就是 比如说世界上好几百个国家 现在联盟成七个国家 我把七国家的王都联络到我的面前 都听我的话 那么这个国家就都回到大费人里头 大费人用什么方法 就用这个方法来看 建立盟约就是为大费人 变定基础的那心灰快可正的便如飞而来 就刷子都来了 来了干什么 统治世界 希特勒 拿破仑 日本都想统治 惩罚世界 但没惩罚了 因为没有人给他铺垫基础 是不是 等大费人来到的时候 这些各个国家在前面 就这个 默默的七年 这三年的 是不是 在第一年的时候 他就开始什么 建立盟约 就从第一年 七年的最前面的第一年 过去一半多 他就开始建立盟约 建立盟约你就知道离基督还有多远了 离这个1335人 等他建立完盟约了 在快要三年半的时候 还没能到三年半的时候 出现一个人物 就是大费人 就在哪个地方出现了 就是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这还有一个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这是七年 在哪个地方 可能 这个地方 大费人就出现了 在这个地方建立盟约的 在这个地方大费人出现了 是不是 就是一年 两年 三年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出现了 大费人从哪出现了 这 建立盟约在哪 在这一条 一近到七年 就会有这件事发生 从他出现的时候 教育教育数比多了 因为他出现了 建立盟约是什么 世界上可能出现了十个国 它怎么轮断着世界国家 世界可能出现十个国 十个国是几个王 十个王 那么最后还有 七个王 世界一共是这些五个王 有七头十脚 七头十脚 七个王和十个王加一起是多少 是七个王 那么今天呢 七个国它就已经是说完全的数字 那么这个前面还有 还有多少个 十个 还有十个 所以最后 世界一共现在有多少个国家 二百多个国家 是不是 最后就归纳 联合联合联合联盟联盟联盟 各个国家都联盟 联盟了 选出几个王 最后 那个还有七个王 一共起来 起来 大费人出现的时候 大费人从这儿出现的 他们在这个地方建立盟联盟 有全世界 建立盟联盟 就给大费人出现 建立基督 大费人一举就把全世界的权盟 全拿到手 军事权 政治权 还有经济权 一切都握到手 但还有一个权 就是宗教权 他把这宗教权也要握到他所里 最后呢 基督徒不听他 他就开始逼迫 逼迫就从这儿来着 听不听明白 感谢神的恩怨 教会被提 圣徒 身体得赎 圣徒复活 是在什么时候呢 主来以后是主来以前 灾难以前是灾难以后 记住没记住 谁说什么也不要听 好不好 这是圣经的话 我没有查别的 我确定查圣经 当那日来的 假如有灾难来到 你是高兴啊 有战争来到了 你是高兴啊 天上日头一变黑啊 你是高兴啊 还是欢喜快乐 是高兴啊 还是哭泣 是悲哀啊 还是欢喜 很关键 是不是 好 感谢主的恩怨 一会儿 亲爱的圣天父 救助耶稣 感谢你 感谢你带领我们 使我们这群人 在基督耶稣里 成为圣洁 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今天能明白 主你所赐给我们的话 我们今天 不是单单要得救 而且要得荣耀 而且要更美的复活 感谢你把复活 这样的道 赐给了我们 使我们今天真正知道的 在基督耶稣里都能复活 在亚当里不能复活 在亚当里复活受羞辱 在基督耶稣里复活得荣耀 感谢赞美四位的阿爸父神 感谢你恩待了你自己的众教会 使我们今天真正明白你复活的真理 将你这真理赐给所有的人 叫所有的人都明白你复活的大力 使我们今天都能与你一同复活 并且一同得荣耀 得奖赏 得冠冕 与基督一同做王 感谢你借着这个接待的家庭 接待了你自己的儿女 求你纪念他们的接待 向仁义的果子 多多的加征给他们 使他们也 在属灵的生命上 更加的长大成人 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 你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同在 保守他们的心灵 使他们真正的 在基督的真道上 能够站立得住 使他们靠着住在我们里的圣灵 牢牢地守住这道 感谢赞美慈悲的阿爸父神 给我们前方道路开传道的门 使我们今天无论走到哪里 将你的真道传到哪里 听我的祷告感谢 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